这个男人真是太惨了 碎片刺入身体 还要自行解决 只见他双手拿着工具 不断地深呼吸 一鼓作气地将碎片从身体里拔出 又强撑着给自己缝合伤口 看着都令人头皮发麻 男人名叫马克 是一名被遗失在火星上的宇航员 因为任务的意外 队友误以为他已经身亡 提前返航 留下他在这片星球生存 当马克侥幸躲过风暴后 被宇航服不断发出的警告声吵醒 随着一同觉醒的 还有他已经被血浸湿的腹部 他捂住伤口 艰难地走进远处的基地 脱下宇航服 拔下长钉 拿出工具为自己清理伤口 他强忍着身体的剧痛 最终安全取出体内的碎片 一切就绪之后 马克便来到电脑边 开始记录下自己的生活 一场风暴 几乎毁掉了所有与地球联络的设备 他只好每天坐在电脑前 记录自己的生活 消沉了几天之后 马克忽然想起97年 遗落在火星上的设备 或许有可以和地球联络的可能 他看了一下地图 计算出距离 以及太空车的路程极限 想要找到联络器 就必须更改车的性能 马克觉得与其坐以待毙 还不如说干就干 争取一线生机 于是他对着太空车悄悄打打 将所有的物资搬上车 开启了自己的太空冒险之旅 火星温度太低 他就挖出温差放射器 放在自己的后座 没有食物 就自己想办法在火星上种植 终于黄天不负有心人 联络器不仅被他找到 还成功取得了和地球的联络 他还活着的消息 很快就传遍了整个世界 所有人都在为救援他而绞尽脑汁 你见过火星上的大棚蔬菜吗 这个男人将告诉你答案 他见过 只见他拉来塑料布 围在舱内 一筐又一筐的火星土网里头 搅和粪便 作为肥料 再通过燃烧连氨分解氢气 获取水分 火星土豆就这么生根发芽了 男人名叫马克 是一名植物学家 由于航天任务的意外 他被迫滞留在了这片荒芜的星球 面对食物的缺乏 让他不得不自食其力 开启火星板荒野求生 由于居住舱内所储存的食物 只够生存一个月的时间 马克为了活着不得不另提袭净 打算在火星开辟着土壤 他找来存放在箱子里的土豆 把它们切成两半放好 又拉来一堆塑料布 在居住舱内打造一个蔬菜大棚 穿着宇航服拉了一筐又一筐的土壤 在地上铺沉开来 将搅和好的肥料与土豆一起埋进土壤中 最后只差浇灌的水就大功道成了 可是居住舱内的水面堆弱大的土壤 根本就是杯水车星 但这又怎么可能难倒他呢 他利用队友留下的材料 筑成了小火堆 打算点燃大量的联岸来分解氢气 获取水分 但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干 下一刻 马克就被火炸了一头一脸 好在他是三好学生 并不气馁 很快就重振气骨 找到了正确的方法 成功分解出了氢气 解决了水的这一难题 很快 他便收获了一堆在火星成功发育的土豆 他想着 只要自己能解决火石 就可以等到救援队的来临 但是天不遂人愿 因为舱内气压太高发生了爆炸 低温瞬间就将马克的希望毁于一旦 救援的行动也变得迫在眉睫 这是一场全球合作的救援行动 只为了寻回本以为已经身亡的宇航员 地球与火星的双重合作 造就一场史诗级绝唱 男主马克因为任务意外 被迫在火星生存了五百多天 在队友甚至全世界都以为他身亡时 他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 建造蔬菜大棚 寻回97年的联络器 修复损坏的飞行器 终于撑到了救援队伍的到来 让他重回地球的怀宝 检测员观察到火星表面有人为活动的痕迹 立马就将此事报告了上级 在取得和马克的联络之后 救援行动也就此展开 上司希望马克可以努力坚持到战神4号的抵达 许久没有看到回心的马克激动的不能自已 队员很快就收到了上级传来的消息 本来已经在前往地球路上的泉源 一致决定返航 将马克一起带回来 但是一场爆炸将种植的食物全部火 救援行动逐渐变得胶着 宇航局打算利用缩短救援时间 准备发射救援火箭前往火星 可由于技术不够纯属 测量失败 导致希望再一次落空 直到中国宇航局传来消息 愿意一起合作救援 而马克也在努力着 用太空车拉着太阳能 孤独且执着 走走停停地抵达另一个着陆点 在一致的商议下 马克决定赌一把 为太空舱减重 将舱顶卸下 只用一块单薄的布封着 就那么发射上了太空 而一边的队友 也在竭力地朝着他的方向进发 可是空气推力仍旧不够 指挥官决定炸掉其中一个舱室 利用燃料加强推力 他穿着宇航扶跃出舱内 朝着已经落入太空的马克飞去 可绳子的距离有限 就划破了自己的宇航服 增加了空气推力 很快他就不受控制地往前飞去 千军一发之时 指挥官紧紧抓住了他 并且成功将马克就回了舱内 而这一消息同时也传到了地球上 所有人都情不自禁地为此刻欢呼 因为他们在跨越500多个日日夜夜后 终于成功挽救了一条生命 一个杰出的宇航员和科学家 当然 这也离不开马克自身的坚韧 影片随着马克回到了地球后 也落下了帷幕 一场惊险又奇幻的火星之旅 就此画上了句号 或许我们也应该向马克学习 多储备一些生存技能 比如中土豆什么的 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向他学习 乐观的心态 真正做到像死而生 好了 今天的解说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小伙伴欢迎一见三联哦 咱们下期再见